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來很暴力 但是事實上很需要一個決心 你如果沒有那個決心 你是拿不到球 很神奇的運動 冰軍加油 冰軍加油 冰人隊是透過考試 才變成冰人隊 那這個考試讓他覺得 冰人隊是很榮譽 有時候媽媽不知道問他什麼 你怎麼這麼厲害 他就說 因為我是冰人隊的 冰人隊 冰在開始 新球運動了 OK 穩 加油 加油 GO 再來 傳球 進 好 OK 例如社區招獎協會 要向什麼單位申請成立 我還在講 一二三千 我們要花很多力氣 因為他不太會 主動跟人家溝通 所以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 他速度是比較慢 那時候當然沒發現 所以為了打取滾球 所以 所以 就覺得 我沒 沒什麼優點 我穿了 球衣 還有 去滾球 想看 不行 我會覺得自己很帥 班上的人都會說 我很厲害 好球 所以我才想要打取滾球 去滾球還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才不想放棄 我覺得 這運動有一個特色還不錯 就是運動很多人 團隊的運動 勝負不是一個 所以 團隊活動 對小孩子 在場面的發展 我覺得是 很重要的 因為 年紀越大 你面對狀況越複雜的時候 越不是一個人的高度 那這個學習是 只有團隊運動會做的 família 媽 媽 來 當這兒開始學之地 一個學到現在 差不多七年 輪延日中想打球 我心裡在想戰勝 要怎麼跑 停靜 走 自己来 发生日想明日 就是你的很难 我记得是在五年级的时候吧 有一天我从前叫我去青少年月的中心 那个溜冰 没想到看到有人在那边跳舞 然后那时候我很胖 然后妈妈这时候可以去试试看看 然后试试看看之后 妈妈也觉得我跳起来 很像那个球在滚 我跟你讲 她如果知道 我给你看她那几张照片 她会很生气的 然后 她就到最后就终于放弃街舞了 因为她觉得穿这个铠甲 比较像那个圣斗司 跑跑跑 她的第一场比赛我记得 她跑差不多一分半以后 她下来她跟我说 王老师不到空气 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啊 肺发育是没有完全的 因为她早彩 抱回家才两千元 然后医生跟我说 如果 你的心情没有怎样两百公克 就要抱回去睡保温箱 我希望她做运动啊 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就是对她身体是比较有报复的 现在我很满意啊 我很满意这个结果 不在乎她球打得好不好 我只需要她健康 我们下个月的一碗 谢谢 我 不愿意 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